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要塞塞京台 2016年第1个交易日的节目 祝大家一新年快乐 先介绍这位嘉宾是我们的市务总监 郭思智郭Sir 郭实早晨 早晨 我和大家先跟进 美国上周随直夜的表现 表现是欠佳的 杜瓊斯兵的工业平均指数 跌178点收市 收报在17425点 表准普尔500指数跌19点 布尔204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58点 最新报在507点 伦敦富士100指数都是向下31点 收报在6242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117点 报10743点 巴黎克指数跌40点 报4637点 纽约其有反弹是0.44美元 收报在每桶37.04美元 布兰特其有方面同样反弹 不过不超过1美元 最新报在每桶37.200美元 纽约其今方面就升了是0.4美元 收报在每盎司1060美元 最后跟进了美元回价方面的表现 对港元方面最新报7.7504 日元120.300 欧元1.0845 英镑1.4726 瑞士法郎系报在1.0006 加元1.3871 欧元0.7274 纽约0.604 美国国库债券情况 10年期债券最新报2.29厘 30年期债券报3.03厘 跟着数字之后 跟郭尔谈一下 郭尔看回美股来算 其实上周表现比较一般 但是一向看美股一月份 都有一个一月效应 因为就是他们的税制问题 通常他们都会在年底 就估出手上的股票 到年头就买回 可以给少点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会不会就是 接下来都会一月有方推升作用呢 再加上就是 打工仔可能年底有点花红 可能有新资金流入股市都未顶 对于一月美股方面的情况 会不会乐观一点 现在你看回那些数据 经济的增长的步伐是很稳定的 但是通胀始终还是低的 主要是17,500点左右的水平 打工仔 出花红 会不会再入市呢 是两体的 因为美国的市 差不多70%以上的交投 是来自机构性投资者的 反而一般的省活参与程度 不是那么高的 还有我总是觉得呢 经济的增长的步伐呢 没错是很稳定 而且就业情况也都是比较理想 但是一般低下层的资金的漏洞 不是太多 所以你说会不会是刺激到 美股再进一步吹升呢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直到现在这分钟 可能都是处于有波幅 没有升幅 当然知道如果说技术上的走势 美股是很强的 因为由8月份的低位 15,370点的开步 直到现在这分钟 杜瓊斯指数 都是在17,500点左右 一直在整固的 说的形态当然是属于一个 波幅性的区间的上半个 而且接近高台 如果你说轻轻再向上走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出现 一个爆炸性的突破呢 我相信有机会比较微微的 唯独是中东局势 现在开始有少少不明 因为沙地亚和伊朗 开始有点 争拗在这 大家看新闻也看到 可能令到资金的流动 开始有少少偏向于避险的心态 当资金一旦避险的话 最受惠的 不用說一定是美元區 尤其是美國 所以我傾向油價 當然現在供過於求 會不會因為這些中東局勢的不明 而令到這方面有些少少的變數 很多因素現在是放在這裡夾雜了 所以整個市況 其實現在看來 流動性的資金仍然很中余 美國仍然有機會在第一季到第二季 再進一步加息 但問題根本上是沒有加息的需要 如果你看看資金流動 根本上只會越來越多 就算美國沒有量化也好 歐洲加大量化 而且日本也有機會加大量化 即是說 如果看資金流動 我覺得美國的加息 不會影響資金流動性 亦不會走得太遠 因為美國現在國債18萬億美金 息口如果加太多 他自己也頂不住 每加四分一利息 相當於 有差不多400多億 債息 要付出來 再加的話 就付多一點 我相信 一次兩次 到第三次 可能 不會再加 即是說 加息對資金流 對各方面影響 我不覺得太大 你反為有價因素 現在這分鐘就比較敏感 估無論怎樣都好 美股走勢 的確 持續都還是偏強的 是屬於一個高台 或者說緊構高台 而不下的格局 至於其他方面 我就要看看 到底 大家對經濟前景有什麼看法 其實歐洲那邊 都還是水深火業的 經濟前景都還是不明 所以歐洲央行是需要加大 量化的規模 接著亞洲區 也要看資金的流動性 如果你說 中東局勢突然間 不明 或者不明的 氣候升溫的話 資金避險情緒 一定是 高漲 到其時 始終 錢就會走回債市那邊 直到現在這分鐘 環球的股市 是相當不明的 講美股 就真是強勢 講歐洲就整固 但是講亞太區似乎 就有少少放慢了 尤其是 港股 現在 在2萬1到2萬2 一直持續整固 到最後 你不是穿頭就一定是破腳 問題 你穿頭 似乎看成交金額 就不多次 我自己覺得 後一個街邊的市房 還是小心 比較好 美股方面的情況 郭Sir分析了 謝謝你 根據Morgan Stanley的預測 美國方面 下一次加息的時間 就會是2016年6月 預計 今年全年 剛才回應 郭Sir 全球的經濟增長 就是3%左右 謝謝郭Sir 對於美股 和美國方面的情況 最新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 最新的消息 和大家跟進 再和郭Sir談 就是中港股市最新情況 想聽郭Sir說 2016年 開年之後的最新情況 就不要肯開了 稍後見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